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074集 列位天尊天下之 半神寄生天尊 共有三大劫 其一就是那无形避障 这避障好似天鹤一般 将那些没有足够资源的半神强者 全部阻挡在外 而且冲击避障每次失败 都会造成根基的影响 一旦超过一定次数 从此再无丝毫希望 毕竟不是所有人 都有白小春的那种恢复之力 而且就算是白小春 次数超出一定程度后 也将受损 可还是会有不少半神修士 因其人脉 因其抵御 种种因素下 积累到了足够后 在这第一节上成功突破 到了这个时候 要面临的就是第二节 此节非常玄妙 有人称呼为樊普归真 有人称呼为追溯本源 总之 这第二节的重点就是融合 与那无数的蒲公英 其中一个飞絮融合在一起 这种融合看似容易 可实际上 之所以被称呼为第二节 正是因为这一关 几乎将度过了第一节后 仅乎九成的修士 全部阻挡在外 曾经的永恒先欲的修士 对于这第二节不懂 也不知晓缘故 直至圣皇寄生太古后 掌握了复活之力 才解开了这天尊第二节的真相 此节考验的是神通功法 这一生所修炼的 推动自身到了半神大圆满的功法 是这一关的关键所在 而根据功法的不同 这种融合的程度也有不同 一般来说 融合到了五成以上 就可以算是度过了这一节 看似只有五成 但难度之大 比第一节要困难太多 因为第一节还可以想办法 累积后冲破 而这第二节 一切都已固定了 除非是自费修为 重新修炼 而且所修的功法 还必须是 永恒仙玉内的顶级道法 如果说前两节 已经将九成九的修士 都阻挡在外的话 那么第三节 就是生死 要么成功 从此天尊 要么失败 灰飞烟灭 成为这永恒仙玉 传说中 永恒之花的一部分 这第三节 就是认可 获得永恒之花 也就是永恒之母 冥冥中的认可 此事与累积无关 与功法关联也不大 就算是太古 也都摸不清规律 因为无论是圣皇朝 还是邪皇朝 都有皇族血脉之人 修行两大皇朝的功法 但在这一步 同样 有不被认可的情况出现 这三大节 也正是古天君等人 冷眼看向漩涡的原因所在 即便是圣皇 此刻看向漩涡时 也都如此心态 而白小春能度过第一节 此时圣皇也好 古天君三人也好 都没有意外 毕竟 从白小春到了圣皇朝后 无论是天龙鱼 还是莲子 都被这家伙吃了不少 就连眼下的莲偶世界 他们也都心知肚明 必定与白小春有关 如此积累 自然就使得白小春 在第一节上顺利无比 这一点 圣皇心中也很郁闷 若他早知道会这样 当初说什么 也不会让白小春 留在圣皇城中 本皇不便干扰 这就看白小春 自己的造化了 圣皇目中略过栗子 内心冷横 若白小春在其他地方寄生 他还可操控一番 可如今在圣皇城内 万中瞩目下 他着实无法干预 就在这整个圣皇城的目光 都凝聚白小春的府邸 凝聚那惊天的漩涡时 这漩涡的转动 几乎没有停顿 依旧轰鸣 不断的扩散下 古天君三人 也都不得不后退 可就在他们后退的瞬间 突然的从那漩涡内 传出了一声 白小春的低吼 这吼声如同龙吟一般 直接轰向九天 卷动风云 震惊整个圣皇城 使得天池内的那些天龙鱼 一个个都颤抖下 全部沉入水底 不敢动弹半点 与此同时 在古天君三人 以及圣皇纷纷心惊的瞬间 那苍穹的玄屋 在这轰鸣中 以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 木然爆发 不断的扩散中 似苍穹被人掀开一般 覆盖了圣皇城 所在的仙域 十多周 这一刻 超出了通天世界 太多太多的整个仙域内 所有的修士 所有的生灵 无论在做什么事情 都不由自主的心神震颤 似有一股 让他们从灵魂内 颤抖的威亚 随着漩涡的扩散 晴天降临 甚至这漩涡还在扩散 覆盖了整个仙域后 竟像着另外的仙域一样蔓延 这一幕 让圣皇城内的古天君三人 神色大变 尸声惊呼 不可能 这第二劫 竟这么快就渡过了 就算他修炼的是奎皇功法 也断然难以瞬间融合呀 古天君三人呼吸凝滞 心神的震撼 首次轰鸣全身 就连皇宫内的圣皇 此刻也都一晃之下 出现在皇宫半空中 神情极为严肃 目中露出精芒 看向白小春所在府邸 当年的我 在寄生天尊时 这第二劫用了一炷香的时间 第三劫而是三天 可这白小春居然不到实习 不死长生宫吗 那么他的第三劫 若也能通过的话 会用多久 古天君三人与圣皇都被震动 更别说如今圣皇城的那些权贵修饰了 他们内心早已骇然 一个个面色变化 失声中 他们的耳边 突然的出现了喃喃之音 这喃喃之音 好似众生之言 又仿佛永恒之母的呼唤 分不清从什么地方传来 好似岁月 好似天地 这正是第二节度过后 才会出现的永恒泥南 也正是道中 即将被凝聚出的征兆 不仅仅是圣皇城内修饰听到 这一刻 但凡是苍穹漩涡笼罩之处 整个圣皇朝内无数声秘 全部都在耳边听到这个呢喃之音 哪怕通天世界之人也是如此 顿时整个圣皇朝举世震惊 虽大多数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还是有不少人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 又或者听说过 第一世界就猜测出答案 有人在寄生天尊 这个真相 随着圣皇朝内一处处周中传出 形成了与苍穹选位一样浩瀚的风暴 席卷大地 甚至邪皇朝中也都第一世界探查到了此事 邪皇也都被震动 宁望圣皇城所在的方向 而被换回来的公孙婉 他如今不在邪皇城中 而是随着大军正在前行 坐在古舟上的他原本神色淡然 可很快的他就猛的睁大了眼 看向圣皇城的方向 在修真节 一旦晋升天尊成功 历时鸣动整个世界 如此动静 沉浸在那融合中的白小春毫不知情 他如今脑海一片空白 似乎只剩下平静与本能 即便是在圣皇与古天君三人看去 震撼的瞬间融合 对白小春来说也都没有在意 他只是觉得自己化作了蒲公英的一部分 此刻正在虚无中飘散 没有方向 可却隐隐地感受到了一个 似乎藏在自己灵魂中的声音 他不知道这声音说的是什么 只是本能地觉得很安全 很依赖 好似母亲一样 他忘记了一切 似乎真的成为了蒲公英 缓缓地飘散在漆黑的虚无里 不知过去了多久 似乎是一年 又或许是一百年 一万年 在这虚无中 仿佛没有时间的概念 直至有一天 他仿佛终于听清了那声音 我的孩子 把你的名字告诉我 我叫白小春 白小春的声音 从其口中传出的刹那 似乎每一个字都化作天雷轰鸣 破灭了虚无 他所在的世界四分五力 在那碎灭中 白小春醒了 既是在蒲公英内苏醒 也是在圣皇朝的府邸内苏醒 在睁开眼的那一术 所有的记忆 所有的一切 都全部浮现在了眼前时 他的体内已经多出了一枚 好似蒲公英般的种子 正是道种 这一刻 风云卷积变幻 邪皇朝 圣皇朝 众生的心神 不管什么修为 不管是谁 他们的脑海中 他们的耳边 那呢喃的低语 似乎都告诉了他们 同一句话 世间有天尊 列位十一 其名 白小春 更是在这一瞬 永恒仙雨外 主宰巨人的身侧 在那一片漆黑的星空中 有一个如同大陆般的庞然大物 仔细一看 那竟是半把扇子 尽管残缺 可却在这星空内 急速的滑行 如同流星 原本按照他的方向 并非永恒仙雨 可随着白小春修为的突破 随着永恒仙雨上 那传入众生的声音 似乎在那里 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漩涡 使得这残缺的庞然大物 改变了一下方向 速度更是比之前 加快了很多 可按照其轨迹去看 哪怕这方向被改变 其最终 也还是会和永恒仙雨 擦肩而过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